今天我就會講了econ的last minute tips 然後就會講econ當日我們會做些什麼 之後就會在BA的last minute tips 然後BA的那一天會做些什麼 還有一些general tips 可能不只是形容於econ和BA的 是一些考試上面的心態 首先在econ我自己覺得有三件事 是last minute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去review你之前錯過的東西 第二我會用的技巧就是active recall 然後第三我就會最後 last minute我都會做一些past paper 等自己在考試之前就熟習那個考試的format 這樣 那for review一些的之前錯過的東西 那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錯題目的 就是把一些econ我錯過的東西 就抄到一個notebook 但是我就會去分回不同的notebook 就是不同的wrong answer在不同的notebook 或者是甚至不同的section 那就怎樣分呢 就是根據它為什麼錯過的分 例如我是錯概念的 又或者我是 其實我的概念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我的keyword就寫不到 model answer那個keyword 那我拿不到分 那你要將一些不同的type of mistake 就分開回去 那你就會知道到時候 就是到時候最後one的時候 那其實有些什麼需要留意多一點 那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 其實你不單是要寫下你自己是錯哪一條 那就是要寫下其實你最後想回自己會錯 例如我自己錯概念的 有一些是比較複雜的概念 可能你要寫下很清楚 我為什麼是錯那些什麼 那我對的概念是什麼 那就不用說第二次做的時候都不懂的時候呢 那又要慢慢再想回那個概念 為什麼會錯呢 因為你平時本身已經寫下了這樣 那呢 嗯 之後就是去 去分分 不同的 錯答案 但是 按照你覺得他幾大機會會出發 例如一些c的past paper 那你雖然錯了 但是其實他可能很大機會都不會再出 因為你看到可能他幾十年都沒有出過的了 那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分開他會出的可能性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去看回你的past paper 那 那 for active record 我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我會 臨考之前的一個星期 那就每天都會是 開一個google doc的 那 然後呢 就寫下 我想到 我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例如 我叫自己 立刻要告訴 即 立刻問自己 three features of oregopoly 然後寫下 或者自己想 然後 name two functions of money 然後馬上去想 還有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要迫自己去recall 一些很重要的answer structure 例如呢 你會見到一些 問關於externality的問題 那其實是 很規定的 這個格式其實是 每年都是一樣的 那你就要 記得啦 然後還有一些很重要的keyword 你要出到 例如 我問externality 我一定要出到marginal social benefit 或者出到efficient level 這些字眼 這樣 還有呢 你要訓練自己 可以很快 這樣 是可以 就算所有題目 混在一起 你也是可以很快 這樣答到自己 才可以 訓練自己很熟 因為到時你可能會很緊張 那 在這個這麼亂的環境下 你還可以保持到清醒呢 那 這個也是一個很 很好的訓練 那就是 第三件事 就是去做一些 的past paper 那為什麼要做past paper 其實可能你說 就是 可能一早已經做過一次的 這樣 那但是其實呢 是 就是 如果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 五星或者五星星 那其實我自己會建議 你做dsc past paper 也不是只做一次 而是做兩次 讓你自己非常熟習 你的dsc 甚至是 可能你第二次 第三次 可以做的時候 你指向你自己 接近 門與分 這樣可以做的 這樣才可以證明到 你是完全明白到 那還有呢 有些人做past paper 那就會在家裡 就是 可能 關門 或者是 確保家裡 是可以很安靜的環境之後 才做past paper 那其實我就不建議的 因為呢 到時你在考場上 你都不可以去 確保沒有 發生 例如 旁邊那個人在 就是後面的銀行 或者 有些聲音 你都要專心到 所以你做past paper 的時候就不用太注重 你的環境 是不是很安靜 才可以做 那 做past paper 我都會是 在一個notebook裡面做past paper 然後呢 嗯 然後 我自己就覺得呢 CE呢 是20年其實已經很舊 甚至 有少許多 那我自己就會是 prioritize CE over A-level A-level 是你真的 很多時間的時候 才去做 因為A-level 其實 相對於DSE的 就是 format來講 我自己覺得是偏 難的 我怕你是會想多了 有時候 在DSE做卷的時候 這樣 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 我覺得 一定要在考之前一天 一定要很practice 自己去畫 一些 diagram 例如 那些 對 你那些 demand supply curve 因為你 Econ之前 你可能都是考其他課 可能你很亂 這樣 那很久沒有畫 Diagram 其實會很不順手 那你到時可能會快些很低級的錯誤 尤其是你很緊張 所以一定要practice自己 是畫多些Diagram 就是 剛才你考Econ 好了 那 現在就說你Econ 當日會做些什麼 那 首先就是保持心態的平靜 真的 然後 前一晚呢 我會建議大家早點睡 那 那 我又覺得 因為現在 大家都是study leaf的期間 其實應該也有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態的時鐘 那 所以 就是 我覺得 Econ 其實 你MC 其實有很多陷阱 那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睡覺是非常之必須的 還有呢 早餐 一個飽的早餐 都很必須的 那 然後呢 我自己 就是這些以下 都是我自己的做法 那可能那個人適用 我自己就 不建議在 就是去考場的途中 睡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可能你有很緊張 還有 都要一些時間 在你的早上去 去 平靜一下 就是 不要 等你的腦子固定了 就是 擠很多的資訊進去 那 所以就是 就是 睡個覺 但是 當然不要錯過你的bus stop 那 那 就去到你考場的時候 我又建議你會去 就是當你做了你應該要做的事 去了洗手間 啊 settle down 了之後呢 我不是很建議大家去 就是可能還跟朋友聊天啊 那樣去 就是有人覺得可能是放鬆啦 但是 可能我個人意見 就是覺得 我也是要時候收拾心情呢 去專心一點去做我的考試 那所以我就會建議大家 找一個靜一點的地方 然後去看回你最最最重要的 做錯的事情 又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 answer structure 呢 例如 functions of money 啊 怎麼回答啊 或者是 是的 一些 嗯 是的 不同的很重要的問題 怎麼回答這樣 那 For paper one 呢 因為MC 那我又建議大家 是 設定一個time limit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場面不一樣 我好難給到一個time limit 要做什麼 但是 我自己就會建議大家去 設定一個time limit 給每一個問題 那你過了time limit 你真的就move on 還有 嗯 是的 你都要一些時間 去給自己check answer 啦 還有 就是 paper one完了之後呢 我就不再建議大家去對任何答案 因為尤其是你 會影響到你paper two的心情 會令到你很分心 那 那 我就 講完econ 那 好了 我就講少少BA的sharing 那 for BA 那pre-exam 就是去看一些 past mistake 都是 還有paper one 因為我知道尤其是一些MC question 會令到大家很困擾 例如 那個social responsibility 和ethics的分別 那這些都是一些很convusing question 那你就寫下 然後 然後 for 2A 你就是去place priority 去一些questions 你覺得是 最大機會考 因為2A 你可能做一條問題 你要做很久的 那所以你真的要懂得去排一些先後次 再令到自己get most out of 你的pre-exam preparation 那 for pre-exam preparation 我也是建議大家去想一些 就是topic和topic之間的interconnection 那雖然你可能會覺得現在有點遲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個是會令到你瞬間開竅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 其實有很多東西你會發現了不用背 就是 當你理解了 就是 你 你 你 把你 不同的topic的東西 去好像畫一個mind map 那樣 整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 就是 就是完全是interconnected 很難解釋給大家聽 但是 總之就是 是啊 總之就是 去想回多一些interconnection 那可能就會令到你覺得 原來BA這個都不是一個很複雜的 topic 那樣 我也是會有active recall的 那我就會recall些什麼 一些important concept from paper one 例如我們paper one很多日背 有five connected的management principle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topic two 就是paper two 是要去recall一些的陷阱 因為你會見到譬如 一些interest 就是譬如你要 就是呢 我覺得一些陷阱不是他寫下 然後你再去找 而是 我一提到 OK 我說關於 一些incomplete record 我就要懂得自己去找 其實那個bank loan是計多少個月的interest 就是我是activity去找這些trap instead of 他有個trap 然後我慢慢圈 是我要不停remind著自己 我覺得他一定會trick我的了 他bank interest一定會考我第幾個月的了 所以你就activity去找 那就令到自己不會去miss不同的trap 然後 還有 我覺得呢 有很多人都分開了paper two 因為我是paper two A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會忽略paper two A 一些寫字的題目 但其實他佔的分其實頗多 就是他可能佔十幾分 或者十分 那樣 其實會令到你 對你之後的grade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不要只是one 你怎樣去計算那條數 也要one多些 譬如問你capital 為何要開一個capital account 就是為何要開一個capital 和current account 為何不直接開一個fixed capital 就是這樣 還有activity recall 就是最好你可以recall 你之前經常錯的什麼 那例如你之前經常都depreciation 看錯了要depreciate幾個月的 那這些你就可以令到你自己到時考試的時候 會記得了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做past paper 就是不同的程度是會怎樣 那我覺得最好就是你 好像我剛剛所說的就是做dse plus paper 多過一次 然後呢 CE和A-level 我覺得只需要做by topic 尤其是A-level by topic 通常是做cost accounting的題目 那你就可以記得 和spot差不多 那個paper裡面 他想考你的所有trap 那做第二 還是第三次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接近門分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充足的準備 那就是說 就是你 你B A-level A-level 當日 那其實你會去 做些什麼 那首先就是 當然啦 都是breakfast 還有一些的 你要早點起床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對 因為早點起床 你可以多一點時間去countdown 他真的準備好自己是要去考試 然後早點去countdown in case 你有些什麼的差池 你忘記帶東西 那都可以補救 還有 都是那句 我不太建議在 在車路的圖中 溫暑 要不然 你會 即是太長的路會太實 跟ecoin一樣 我覺得 都是要 給自己一個 quiet一點的place 讓你可以mentally prepared 你可以focus多一點 都是要review 一些past paper 和important definitions 還有最重要的 我都是說 我不建議大家去 對方 和朋友對方答案的 那之後呢 我去看一些general tips 那我自己 真的覺得 心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雖然大家 可能很多人都說了很多次 但到我真正 真正自己考的時候 才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覺得 因為其實真的 誠實一點來說 你其實現在這個階段 你很難會有 就是 飛躍一般很大的進步 就是突然之間升了幾個grade 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呢 最後考回來 你會見到 其實有些人可能能力 本身比其他人高的 但是就是因為他的心態處理得不好 就是有些失守的情況 還有呢 還有呢 我親身的經歷就是覺得呢 我打開了訓練的時候 可能因為太緊張 所以就覺得 為什麼這份卷 好像跟我以前做過的past paper 好像完全沒有風格 所以就很害怕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 當我遇到下一份paper的時候 我一定要期望 這份paper一定是全新的 他不一定要跟其他 就是之前做過的past paper一樣 那你就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那當然就不會太害怕 還有也是 你要準備好 任何事件 那什麼叫做事件 其實是 就是不一定要很大的 純粹 因為我在BA考場的時候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我看到 為什麼那些人做了15分鐘 就是又不是15分鐘 可能做得很快 我才做到第三項 然後那些人可以走呢 那你就會很害怕 糟了 是不是我做得太慢 或者那些人太厲害 那你就要準備好 其實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 所有事情都是沒有關係的 還有就是那句 我也是不願意大家去對答案 還有因為過去已經過去了 我剛剛也有說過 那其實生態時中很重要 睡覺很重要 還有因為現在疫情 大家真的要保重身體 然後 吃飯很重要 還有 就是我 有個電話在那裡說 Stay away from me 那其實是因為我自己 DSE的期間 其實我是 盡量都是沒有用任何社交媒體的 那原因是因為 我 就是可能 你進IG或者Facebook 其實你會常見到一些不同的補習老師會分享回你剛剛的睡卷的答案 那其實這樣又會令到你忍不住去檢查 那就令到自己很分心 但是我又 雖然沒有電話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平衡娛樂和學業的 那我就看到一些讀書 可能說 我經常很怕就會看到別人 一日溫十幾個小時 然後 你就會怕自己做得不夠好 但其實我又覺得 未必需要溫這麼長時間 還有我不覺得一個人是可以Focus到這麼久 那所以 我覺得 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你 專心到的 就好了 還有 我覺得你要非常了解自己 例如 我知道我早上的時候 然後 其實我剛剛起床的時候 我可能是最精神的 或者頭腦最清醒的 我就會去做一些BA 最難的 或者最棘手的 去到晚上 淋睡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很睏了 我不是很 即是Focus到 我就可以去 看回一些 背後一些 Paper 1的知識 那你自己很清楚自己 哪一個時段是最清醒的 就做一些最合適的事情 那就是那句 不要太 就是strain自己太多 要不然就會有反效果 當時 BSE期間才是 應該是你最精神的 時候